原标题 世界审判萨达姆当年曾在法庭上的两个反问 让法官哑吼无言 说起伊拉克今天的乱局 可以追溯到206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在当时美国为入侵行动找了两个理由 一是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二是伊拉克勾结恐怖主义 参与了911恐怖袭击 实际上这一次的伊拉克战争 是继续了以前的海湾战争 目的就是要成功推翻当时的萨达姆的政权 当年美国大兵对伊拉克进行袭击的时候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成功地击跑了号称 世界第三大强国伊拉克的国防军 而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找到了萨达姆 2003年12月13日 萨达姆被美军抓获 其政权也被美国彻底推翻 萨达姆被捕后 关于他漫长的世界审判 便被数世人瞩目 然而就是这位被美军称为的独裁者萨达姆 他曾在审判法庭上的两个反问 却让法官哑口无言 是什么 这样的反问 能让法官无言以对 不知所措呢 萨达姆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自幼丧父 靠叔父抚养成人 19岁就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从1979年至2003年 任伊拉克总统 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伊拉克军队遭到美军无情碾压 大批武器装备和人员遭到美军屠戮 最终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 并被美军抓获 从此伊拉克也进入了一段混乱不安的时期 萨达姆在被抓获后 迎接他的就是以美军为主宝的正义审判 一向以硬汉 巴比伦雄狮自居的萨达姆 自始至终在法庭上都较不配合 甚至屡出霸气侧漏的语句 从一开始审判 法官问到姓名的时候 萨达姆就回答道 如果你是伊拉克人 那么你一定知道我是谁 萨达姆侯赛林 伊拉克共和国总统 法官补充道 职业 伊拉克共和国前总统 萨达姆再次强调 不 现任总统 这是人民的意志 在审判萨达姆的时候 原本阿卜杜拉阿米尔是第一个审判萨达姆的伊拉克法官 据说在审判之前 因为对萨达姆说了一句话 就被检察官辞退 在一次收集材料时 阿卜杜拉阿米尔称萨达姆为总统萨达姆 而被认为将有可能导致审判偏差 被检察官辞退 当萨达姆得知阿卜杜拉阿米尔法官 被检察官辞退后 就在庭审上对着坐在法官旁边的检察官反问道 法律是应该保持中立的 法官应该是人道的 根据伊拉克法律 检察官并没有权利辞退任何一名法官 你是如何将阿卜杜拉阿米尔法官辞退的 当时美军入侵伊拉克 导致了当地各大城市陷入混乱 即使在监狱中的萨达姆 也听说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丑闻 所以在萨达姆接受审判时 他并没有就自己的问题开始向法官讨论 而是以平静的口吻 质问他 官道 如果在我的时代 有伊拉克妇女被强奸 第二天他就会在监狱里 不论他是哪国人 对于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干出的丑事 萨达姆的质问 让法官哑口无言 只是转头对旁听人员说了一句肃静 最终 伊拉克法庭共提出十四项萨达姆在任期间所犯的罪行 尽管伊拉克法庭提供了足够的人证 物证 但萨达姆侯赛因均予以否认 但是有一项罪行 却是萨达姆亲厚承认的 那就是1990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并且占领科威特七个月之久 可以说萨达姆来到法庭上并不是为了乖乖等着法官对他进行宣判 相反 他对这场审判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将利用庭审 进行电视直播的这个机会 把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边 萨达姆的策略是对法庭采取对抗者藐视的态度 反复质疑这个法庭只不过是美国侵略者的工具 这样一来 他可以树立起一个勇敢反抗入侵 这的形象 在那些憎恨美国的阿拉伯人之中获得同情 这也是为什么平时对宗教并不大热心的萨达姆 偏偏要在这一天手持一本古兰经走进法庭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最坏的地步 他至少可以以一名烈士 而不是罪法的身份走上脚刑架 在法庭上萨达姆还说了一句话 当时没有人注意 直到他死后 人们才明白萨达姆是对的 只是当时他们被忽悠了 没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萨达姆法庭上有一段话 你可以抓一个叛徒告诉你我在哪里 但是 你不能在伊拉克抓一个叛徒 说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里 时隔多年 从来没有任何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世人也早已知道真相 只是伊拉克再无萨达姆 面对被美军主导的伊拉克法庭审判 萨达姆自知回天无地 最后说出一句感慨的话 没有我的伊拉克将一文不值 这句话至今广为流传 2006年12月30日 萨达姆在伊拉克被处以绞刑 中年69岁 萨达姆直至死的那一刻都没有认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萨达姆直至死的那一刻都没有认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